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聊聊两个题目 第一,俄罗斯外长说,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完胜美国 第二,中国为何要设立北京交易所 先聊聊中美的比拼 9月2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俄国最重要的工业地区 伊卡杰林宝是会见当地最大的工业企业负责人 他说西方正推行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 在美国的威胁清单上面,经常第一个被提起的就是中国 拉夫罗夫表示,在美国眼中的中国威胁其实很简单 在二战之后,美国建立一系列的国际体系 例如,波雷顿生能体系,世界贸易体系,全球化的工具和机制 这些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所倡导 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都是接受这些规矩 拉夫罗夫谈大的波雷顿森林体系 这里顺带解决一下,波雷顿森林体系 在二次大战结束期,即1944年的时候 美国预知将会持得胜利,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 都拉拢大部分国家,加入一个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体系 聊到拉夫罗夫,他就表示,从经济层面上看 中国正基于西方的规则,在西方的博弈场上战现了美国 而美国就开始对中国采取各样的限制举措 他说,美国领导设立世贸组织 中国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就相关的问题对美国提出诉讼 但美国主导这些诉讼和有关的调查 不愿意公正地处理中国提出的诉讼 还要求世界贸易组织进行改革 拉夫罗夫认为更过分的是 美国认为要有美国和欧洲领导这些所谓世贸组织的改革 而不是中国或其他美国的竞争对手 拉夫罗夫就指责 这种逻辑与自由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原则相据甚远 听完拉夫罗夫的讲话 他很好地总结了美国耍赖的行为 美国一艘创立一系列的国际组织 要求各国按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运作 中国跟这些规则玩 最后玩得比美国好 例如世贸组织 当年美国力退自由贸易 只借这些组织、这些规则打开各国的市场 定了很多规则 表面上看客观共生 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到了2013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货物贸易国 货物贸易的总量开始一步一步 一年一年的远超美国 美国就不想再跟世贸组织玩游戏 不想再玩自由贸易 胡乱打贸易战 胡乱加关税 不仅如此 还说要重定世贸组织规则 这其实是一个攻死我赢 自是你输的游戏 中国自然就不想接受 结论是 中国赢在传统国际规则上玩得很好 全面超越美国 美国正走向衰败 就想改变国际游戏规则 就像踢足球一样 打不过别人就耍赖 或者更过分的 要想改变规则 你看看 打乒乓球的国际规则 其实也是不断修改 因为中国打得太好 几乎囊括全部进牌 所以就不断改 不断改 想押去中国 虽然中国的乒乓球队 在新规则之下 仍然打完得很好 回到贸易或者其他国际规则 美国想改 终而不会接受 和美国向下走的趋势 似乎也不可以逆转 另外想聊聊中国为何要设立北京交易所 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致辞宣布 为了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深化新三板改革 会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打造一个服务与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要阵地 中央设立第三个 全国证券交易所 选址北京 即使北京是新三板交易市场的自然发展结果 也会使中国证券改革的重要里程碑 内地新兴报对这些事情做了全面的追踪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 上海和深圳的主板 深圳另有创业板 上海之后另有科创板 而北京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俗称新三板的交易机制 是个多层的股市结构 新三板其实是进国务院批准 依据证券法设立 是既商交所、商交所以外 第三个全国性证券交易所 而且也是第一届按公司制 林运的证券交易所 新三板的原体 本来就是为一些主板退市的公司 提供一个场外交易场地 后来直接发展成为 给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 非商市公司股份做交易的地方 后来就逐步扩展给全国的非商市公司 确别是一些 中小型企业做股份交易的地方 由于新三板给中小企上市 可以想象上市要求比较宽松 甚至比创业板宽松 追信资料显示 截止到2021年9月2日 新三板共有挂牌公司7304家 其中在最高的军选层有66家 在中间的创新层有1250家 在基础层就有5988家 加起来7304家公司 就比互胜两市所有上市公司的总和 还有多3000家 新三板的基础层是上市的入门版 到公司做大做强 都逐步升级 升到创新层和最高的精选层 由于新三板的上市要求幻松 可以想象 对投资者的要求相对而言 就比普通的主板要高一些 一般毫无经验的赏户 就不能参与新三板的交易 新三板不同级别 对投资者的要求 主要体现在 在开户前的时刻交易日 名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 资产日均金额 如果要投资精选层 及最高层的公司 资金要不低于一百万 投资中间的创新层要多一些 不低于一百五十万 投资最换送的入门版基础层 就至少要有两百万资金的投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两百万资金的投资组合 假设你不是比较专业的投资者 就不可以投资新三板的中小微企股份 无论如何 现在的北京新三板 仍然是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中 比较薄弱的一环 因为交投活跃度不够 这样影响了风险定价能力不强 也就是说 股份不能定价太高 与它现在第三大全国证券交易市场 名称就有些不匹配 改革来了 要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 就以新三板精选层的最高层66件公司为基础 设立北京证教所 将其打造成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阵地 这个做法不仅可以盘活新三板 更加令新三板有一个质的飞跃 因为新三板独特的分层管理模式 为未来的北京证教所 提供丰厚的上市资源 新三板整个设计 本来就和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高度相似 都是层层低进的管理方式 如今设立北京证教所 相信更具吸引力 纳斯达克市场也有三层 包括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 全球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分层管理 纳斯达克交易所的前身 是1971年成立 其实是一个柜台交易市场的 自动报价系统 就是场外交易系统 不是非常正规 但发展至今成为股票总值 达到16.2万亿美元的 全球第二大证券交易所 我们耳熟能详的美国上市公司 例如苹果、英特尔、微软、惠普 谷歌、阿玛顺等等 都是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 和成长起来的 纳斯达克市场的成功 与分层上市的机制 和独特的转板制度有关系 它的优势在于 当其他教育所还在 很辛苦地在世界上 未来新的上市公司支援的时候 纳斯达克的分层结构 和转板机制 就进水楼台献得月 因为它自己已经养了不少 素质相当的公司 可以牵引它逐步转向 高层次的交易板上市 有人就问 中国设立北京证交所 和其实中国已经有两间主要交易所 香港也有港交所 为何还要设立北京交易所 我就觉得有三个原因和一个副作用 第一 服务中小企 在中国出名借钱难 特别是中小为企 如果股市只是炒作 没什么作用 又真的能服务实体经济 如果要让股市服务中小企 就要有新三板这种容易上市的机制 也有转主板的便利 才可以一条龙 让股市为中小型企业服务 第二 服务津津等地区 北京名校云集 拥有庞大的知识资源 有众多全国顶级的高效 让中国有大量的专业特性的创新型企业 另外 北京也是创新 也是科企的高地 例如中关村 最有中国硅谷之称 何以为北京证交所 提供源源不绝的优质上市资源 第三 科企不用再外流外国上市 中国的科企 过去一直涌到美国当时打客市场上市 因为上市容易 而且市场深度够 交头多 定价也定的比较高 近年中美关系 日益紧张 中国就不鼓励公司去美国上市 害怕很多中国的公司 在美国上市 美国提出制裁就卡住中国的咽喉 例如弟弟打车 不听中国劝告 去了美国上市 上市以后 它的应用程式被下架了 由此可见中国的态度 如果北京交易所办得成功 交头活跃 很多科技企业又何需去美国上市 其实也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港交所会受到影响 你想想 疫情之前 在2019年 香港上市公司的壳 能卖到6到7亿 给人借壳上市 人家可能不买卖股票 就不明白 借壳的概念 简单来说 一间公司 透过多种运作 将上市地位卖给一间 不想透过IPO直接上市 可能因为账目还没有达到 上市要求的公司 买一个壳来上市 内地公司要来香港借壳上市 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内地 主板上市很难 但新三板 较头量又不太活跃 私能力也不高 所以被逼要来香港借壳 现在香港市道不好 壳价跌了很多 但还值3到41 试想一下 如果新三板上市很活跃 北京证交所越搞越忘 新三板有渠道转着主板 哪还需要在香港上市呢 也不用来香港买壳 至于大型上市的科企 如果北京交易所成交活跃 或是上海创科板 的定价很好 也不需要去香港IPO 有人说 在香港集资 有一级的港币是硬货币 对很多公司来说有吸引力 对于现在来说 的确是的 但试想一下 未来人民币的国际流通 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优势也会慢慢消退 看看香港 还是领先的产业 买少见少 金融业是少量的 强势产业之一 但面对的竞争越来越大 香港如果不自力自强 集中精力搞经济 未来真的是没有出路 香港人真的不能坐着等生意 要出去抢生意 否则再过五年十年 这会应了那句话 苏州过后五挺大 现在是绝世的 帮助 感谢观看